有点也都已经退步了也是 没有把自己很好的水平发挥出来吧 奥运会 市井赛 世界杯 全红禅要远远落后于陈玉希 特别是此前的两次市井赛 全红禅两次输给了陈玉希 而这一次的多哈市井赛 全红禅得到了第三次机会 虽然跳水市井赛每年都会用 但是对于更新换代更快的跳水 全红禅必须争取把握每一次机会 均不见 比全红禅大不了多少的张佳琪 已经无缘女子10米跳台的比赛 此次的比赛 全红禅可谓是后肌勃发 在预赛和半决赛 全红禅都是陈玉希力压的 这也让很多粉丝认为 全红禅在这一次的比赛中 很难能够击败陈玉希 甚至全红禅对阵陈玉希的颓势 很难逆转 决赛 全红禅前三跳过后 处于被动 决定全红禅是否能够冲击冠军的 还是让全红禅头疼 甚至成为新模的207C 在207C这一条 全红禅得到了四名裁判的10分 全红禅拿到了97.35分的高分 而在这个动作上 陈玉希拿到了84.15分 两者相差了13.25分 也是这个分差 让全红禅在最后一跳 不用再去追求过高难度的完成度 避免了失误的发生 全红禅最终以8.45分的优势 击败陈玉希 获得了生涯首个市井赛的冠军 生涯首次获得市井赛冠军 全红禅距离大满冠只剩下一步之遥 这也让全红禅在赛后情绪上 还是有些激动 当镜头来到全红禅的时候 全红禅有了热泪盈眶的感觉 全红禅大有要大哭一场 释放自己压力的架势 不过这是国际大赛 全红禅赢得对手是自己的队友 全红禅必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避免留下争议的话题 夺冠后的全红禅表情让人心疼 他和恩师拥抱的那一刻 更是感动了无数的人 不过也有很多粉丝好奇 生涯首次拿到了市井赛的 女子十米跳台冠军 全红禅能够拿到多少奖励呢 根据规则 作为三大赛的市井赛 是属于荣誉中于奖励 所以市井赛有金牌 但是没有奖金 但是根据总局的规定 运动员在国际赛场 获得了世界冠军 可以获得一万人民币的奖励 而且当地体育局 也会奖励一万人民币 这也意味着全红禅可以拿到 两万人民币的奖励 这也是对于全红禅 此次大赛的最好奖励